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看这人开的房间一为一想挨咒 既然想挨咒的话,那么我们进来玩一下对吧 它开的地图叫做埃及之旅,也是一个官方比赛地图 这张地图基本上都是选输军的 因為這個地圖離的比較近,也算一個刺刀圖 但是這個房主,他起的房間名多多少少有一點傲慢之罪 他說他想挨揍一位一,基本上對自己的實力相當自信 沒怎麼輸過,他就說來個厲害的想挨揍 那麼我們必須要成全他,滿足他,幫他圓夢對不對 然後我們先造狗,把他家的視野跑開 這個對手起個這個房間名,應該是還算廢晚一點的 估計打得還可以對吧,我們也不知道他什麼實力 所以說我們先出一個重工,造一個蜘蛛,造個牛 你看他這個重工出來的速度跟我一樣 基本上能跟得上我的節奏,感覺打得還可以 然後我們這個蜘蛛走過來,走過來準備鑽他的牛 他的蜘蛛也去鑽我的牛了 但是他甩了一個地堡,那個地堡沒有掉頭 直接吃溜,鑽了他,讓他鑽我點,哎呀沒點到 這樣大家扯平了對吧 你鑽我的牛,我鑽你的牛 大家發展都一樣 然後我們出個維修場,把基地拖到上面去 這個地圖一定要先吃這個彩色礦了 你不能先吃黃金礦 你這個彩色礦沒有吃到嘴裡 你這發展就比他慢對吧 然後我們把基地拖到上面來 在上面放個礦場,先把彩色礦給他吃了 他是沒有拖基地的,他是直接延伸下來 你看到沒有 其實延伸下來跟我拖基地發展都差不多 然後我們控制這個牛,交一色礦 他在用坦克打礦,等一下可以延伸那個小島上面 等一下我們也要打礦 打了礦,等一下我們也可以延伸到那個小島上面採礦 現在他4個牛,我也4個牛 發展速度大家都差不多 所以說這個對手,我感覺打得還可以 難怪他起個房間名,一位一向而走 我們不著急對吧,我們先分5-6個坦克過來 把這個框打一打,做好鋪墊 等一下可以延伸上來,在這個上面放個框場 然後我們打框的時候 把這個坦克停在他家門口,看他有沒有看見 他好像沒有看見,他在擺框場 趁這個機會偷掉一牛 你看他反應慢了一秒鐘 慢了一秒鐘,那你就是個死人的 直接被我打爆一牛 打爆一牛,但是我的坦克迷路了,完了 哎呀,死了一個坦克 不過也不虧對吧 我死了一個坦克,他死了一個牛 我這樣發展就比較快 然後我們直接照兩種 照兩種來出坦克比較快 再出一點動員兵了,給他壓力 現在呢,我有五個牛對吧 我下面三個牛,上面三個牛 結果我把鏡頭切過去一看 我發現他也有五個牛 他被我打爆了一個牛,他也有五個牛 然後找個框場六個牛了,你看到沒有 他被我打爆了一個牛,他還有六個牛 說明什麼呢?說明他出了牛對吧 他中攻裡面補了牛,補了牛的話 你的坦克就沒我多 現在他六個牛,我也六個牛 但是你補了牛,你坦克明顯比我少個一兩個對吧 我們動員兵也比他多 然後我們兵分兩路 兵分兩路,分幾個到上面去 中間給他壓力 把這個路徑坦克直接過來 他看我分兵呢,他必須要分兵防守 然後他在中間出了個兵 你瘋狂的造兵,哎呦,打不進去對吧 這個對手玩了一口也 然後上面那波分兵呢,也被他發現了 只能推回來 既然你喜歡補牛 我們肯定也要補牛啊 這個強行進攻也進不進去 然後一轉眼的功夫呢 你們看我幾個牛呢 我八個牛了對吧 我一瞬間八個牛了 我就是進攻嚇唬下他 然後我偷偷摸摸補了兩個牛 這對手一看我補了兩個牛 他就著急了 他直接三重把基地一賣 因為我造了兩個牛 現在我的坦克比他少一兩個了 他一看我補了牛,他就著急了 直接三重攻賣基地 這個時候我只有兩重攻了 我不能賣基地 賣了基地呢,我出坦克沒他快 他就瘋狂的造兵 一造兵呢,我就不出重攻了 我先出雷達造輻射 這個兵呢明顯打不贏 出個兵贏造輻射 但是他直接打我兵贏 基地只能跑對吧 基地先跑下來 再把牛車跑下來 不用慌 他把基地賣了 他沒有後續 他這個兵多了 我只要出一個輻射兵就行了 我用輻射兵防守 坦克數量大家都差不多 然後把基地在下面打開 他想打我的牛 我就用輻射一趟 看到沒有 輻射趟了一下 他的坦克就冒陰了 然後再出個兵贏 再出個雷達 這個雷達被他打掉了 雷達打掉了 他招不了輻射 再招個雷達 不著急 我這個下面有很多礦 那個小島上面還有很多礦 對吧 然後出兩個兵 招這個輻射兵 然後他一看 我又要出輻射 他又要打過來 不用慌 我們這裡有兩個重工 可以卡住路口 卡住位 你打我的重工 我就打你的坦克 然後輻射兵走到前面去 一蹲 燙一下他坦克冒煙了 你看到沒有 他這個坦克被我輻射燙了好幾下 你還敢打我的牛 我再一趟 打死我一兩個牛 沒事 你這坦克全部冒煙了 冒煙了你就守不住了 而且這個時候呢 他沒有基地 這個家裡的錢 馬上就快沒有多少了 對吧 他在那個小島上面沒有礦場 這個礦打的後面 都是小島 都在小島上面 我在小島上面有個礦場 然後你衝過來 輻射再一趟 全部冒煙了 對吧 冒煙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打他了 他這個坦克一碰就碎 你看到沒有 左右搖擺兩下 他坦克死光了 我還有這麼多 就是被我的輻射燙了一下 他看我補了兩個牛 他就著急了 山中賣基地 你看 直接帶走 對吧 跟這個人打了一局 感覺打得還可以 難怪他起個房間名 想挨揍 那揍了他一盤呢 他肯定不太服氣 對吧 我們準備進來 再跟他多打兩盤 這一盤呢 還是在這個 右下角 他在那個左上角 然後我們還是一樣啊 先出一個蜘蛛出個牛 蜘蛛呢 以最快的時間 走到他家裡去 準備鑽他的牛 他要鑽我的牛 用牛車點殺 用牛車點殺蜘蛛 然後我們這個蜘蛛來拐一個彎 直接走過來 吃 哎呀 沒鑽到 沒鑽到他也沒事 他也沒鑽到我的牛 他的蜘蛛被我的牛車頂死了啊 然後我們還是跟上一盤的發展一樣啊 先把基地拖到上面去 這個地圖啊 最多就是出一到兩個牛啊 出兩個牛都比較冒險 我們就中宮裡面出一個牛啊 多出框場 然後我蜘蛛沒鑽到他來 我再造一個對吧 我必須讓他造個維修場 哎 我走過來直接吃溜 把他的牛車一鑽 然後他也造了一個蜘蛛 他看到我沒有造維修場 他造了一個蜘蛛 也想鑽我的牛啊 讓我出個維修場 但是你的蜘蛛被我的坦克頂死了 我鑽到了你的牛 你看他要造維修的對吧 他要造維修的 這樣他的發展就沒我快樂啊 我們少造一個維修場 我這個發展就要比他快一點點 然後電場呢放到這個地方啊 放到這個地方呢 等一下可以延伸到小島上面去對吧 把那個礦場放到小島上面去啊 現在我四個牛 他也是四個牛 我們就再出一點動員兵 因為他那個牛車被我鑽了一直在修 耽誤了牛車採礦的時間啊 這樣他的經濟呢會比較卡錢 就是他卡錢的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造一點動員兵 讓他更卡錢 因為我出動員兵 他必須也要出啊 他不出動員兵 他就相當卡錢 然後我們五牛呢 直接造兩種啊 我覺得我也稍微有一點點優勢 我現在五個牛他才四個牛 然後他又出那個蜘蛛對吧 又出那個蜘蛛想再裝我的牛 但是沒什麼用了 這個時候我直接打到你家裡去 你比較卡錢 你裝了我的牛也沒事 我們可以出維修 反正我重工出來了 這個對手呢 一看我要打到他家裡去 他沒有兵對吧 沒有兵 他守不住 他沒錢造兵 然後他就跟我換家 既然換家的話 我們就跟他換 不要回去對吧 回去就被他牽著鼻子走 然後他想拖基地 但是你基地拖的比較慢 我這個基地呢 在你的坦克走到下面去的時候 我就已經拖動了 看到沒有 我拖的比他快 他這個思路啊 稍微比我慢了一秒鐘 這個時候你看他換家換不贏 因為我有個基地在他家對吧 在他家 他只能回來 不回來 我就把你建築拆完 你拆完了我家也沒用 我有個基地不費事 然後你回來的瞬間呢 就把你坦克全部吃光 這樣他就沒了啊 他這個坦克走到下面的時候 我就開始把基地往他家裡拖 他必須得回來 他換家換不贏了 然後來看第三盤 再跟他打一盤對吧 想來咒 那肯定要咒他個兩三盤 然後這一盤呢 我們在中間了 在中間的話 我們就延伸到下面來 先吃彩色礦 再出一個重工 等一下還是可以把基地拖到上面去啊 吃上面的彩色礦 重工好了以後呢 出一個蜘蛛出一牛啊 出兩牛比較冒險 不出牛也可以啊 不出牛的話就要打快攻 然後我們這個蜘蛛走過來 你看他又在那甩了個地堡對吧 我們看看能不能鑽 他有反應 一直控制那個牛車動來動去 我們也控制牛車動來動去 不要被他鑽 你鑽我我又拖動 哎 頂死蜘蛛 老大出了個牛 直接支溜 哎呦他頂殺 你看這個人防蜘蛛還是可以的啊 然後蜘蛛都死掉了 我們就把基地拖到上面去 在上面打開 先吃彩色礦 然後我再造個蜘蛛 非要鑽到他一次對吧 讓他出個維修場 然後他也是跟我的想法一樣 也是直接造了一個蜘蛛也來鑽我 但是這個對手呢 他直接出了一個 哎呀打死蜘蛛啊 他直接出了一個維修場 我們鑽一下他 讓他去修一下 因為他出了維修場 這個蜘蛛沒什麼用了啊 鑽一下他的牛 讓他修一下 耽誤一下他的時間對吧 但是我沒造維修啊 完了 他又出了個蜘蛛 這個時候千萬不能被他鑽了 因為我的礦場造的50%了 哎呀被他鑽了 這下完了 這個造的50%的礦場 直接退掉 然後再出一個維修場 這樣我這個發展呢 就比他慢了一個牛對吧 如果我這個礦場出來 我再造維修場 我就不慢 但是我這個礦場造的一半 取消礦場再出個維修 這樣我的發展呢 就比他慢了一個牛啊 慢了一個礦場的時間 他等一下就五個牛了 他馬上五個牛了 我才四個牛對吧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發展稍微慢了一點 但是沒事對吧 我們出一點動員兵 這個對手啊 不喜歡出動員兵 你看到沒有 我就喜歡出動員兵 這個動員兵一過來 然後他甩一個兵 他也開始出兵了 但是我們有兩條狗 直接控制這個坦克 往上面走 然後用狗咬他的動員兵 看到沒有 用狗咬 然後直接點殺 他甩一個地堡 根本不要慫 我們有操作 直接點殺 無敵點殺 然後在家裡甩一個礦場 他這個坦克 一下子死了好幾個冒煙啊 然後我們再增援兩個 你有動員兵也沒用 你坦克少了對吧 然後直接路徑點殺 你看 他這個操作不行 同樣的坦克啊 他還有動員兵 還有地堡 一下子被我打贏了這麼多 你發展快活一流 又能怎樣對吧 你這個操作不行 直接帶走 想挨走 肉人們先別走 因為還要做廣塊 有點猛猛搭 所以說我們原諒他 現在一天比一天熱 肉人們要沒有睡起來 都一腦門子汗 枕頭是一半 你難不難受 而且經常熬夜睡不好 肩井嘞 喝下不猴子呢 如果肉人也像我一樣 睡覺悶熱還總因為熬夜睡不好 怎麼辦 出一個肉人 那你一定要試試我用的 弄棉TP裹膠式壓枕 非常關心 原來用棉花枕頭睡覺 不僅不透氣還容易悶汗 臥龍風濁 而且脖子容易歪著頸椎懸空 我很難受啊 經常一覺睡醒 脖子酸痛不說 還像沒睡過一樣 一整天沒精神 非常非常卡氣 時間長了 脊椎還容易變形 跟你轉圈圈 換了這個果膠式壓枕以後 我每天到頭就能睡 起來也不 相當相當 有效果 冰涼透氣的材質 還不容易出汗 然後你們看它們 各款果膠枕有一千多個網格 可以分散頭頸壓力 根據人體工學設計 無縫貼合頭頸 是不是非常追悟 兩種高度自由選擇 第一果膠材質 有些嬰兒奶嘴也是這個材質 安強無辜又放心 看似很凶 其實有點流氓大 其中的煮炭精華 不僅涼爽透氣 還能稀釋除味 高科技 抽彈材質 怎麼揉怎麼捏 快速回彈不變形 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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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支撐力真的很好 連帶肩膀躺在上面 都有牢牢的承托感 很頑強對吧 而且材質非常耐用 PPE材質甚至可以用上十年 那就比較厲害的吧 搖了直接水洗 防止滿重汗字黏著你睡覺 妥妥的黑科技枕頭 傷害高 看了一圈店不平價 用過的都說很不錯 做得很好 用不習慣也不要緊 他們家承諾33天免費試睡 睡不慣也能換 不要游泳 評論區領取我的專屬福利 原價四百多現在到手只要兩百多 直接把它帶走 換一個果膠枕長時間輸睡 超適合愛出汗失眠肩井類的你 作為禮物送給長輩家人朋友也很不錯